今天说什么 咱们说说粽子 前两天咱们都已经帮过粽子了 您想学学怎么包粽子 或者了解粽子具体怎么包的 您就看看那一集 这端午节快到了 要吃粽子 过端午节 这现在大家觉得都是一回事 粽子离不开端午节 那么是先有端午节 还是先有粽子呢 就先有粽子 因为这个粽子 这个粽子应该是这么写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说文解字里边就有这个字 这怎么解释的呢 粽就是 卢叶 果米叶 卢尾叶 果日米 卢尾叶 果日米 这什么呢 就是北方的粽子嘛 那么这说文解字 它成熟于东汉时期 它是大概差不多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那么端午节呢 关于端午节的最早记载 是在西晋的时候 周楚写的《风土记》里边 那里边记载说 种下端午 砰 雾 脚鼠 这周楚 就是您说的 您知道那个除三害那周楚 对 就是同一个人 他说 种下端午 砰 雾 脚鼠 砰就是炖的竹啊 这雾就是一种鸭子 简单就说这种野鸭子 脚鼠是什么呢 脚鼠就是用这个焦白叶裹着 鼠米 这鼠就是一种年黄米 最早在这个小麦和稻米 还没有引进中国的时候了 这鼠是主要的 这种古类的作物 所以从这时间上来看 这周楚的生活的时代 是西晋的时候 是公元三十级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 这个粽子比端午的记载 要找一两百年的时间 为什么叫端午呢 这端就是开始 初始的意思 开端 午呢 这个端午两种写法 最早的时候呢 是这个一二三四五 这个午 后来就写成这个 正午这个午 变成现在这个端午 这个午字 在这个古代的 这个古汉语里边 就是指五月 您看英文里边 January February Mars April 一二三四五 那么现在汉语里边 就是一月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 那么在古汉语里边呢 每个月它都有名字 就跟英文是一样的 咱们说一月叫正月嘛 十二月叫腊月呢 那五月叫什么呢 就叫这个午 最早的这个端午呢 就是跟祭祀有关 有的人说是祭龙的 有的人说呢 是这个祭神的 那祭什么神呢 它是驱神 不是说一般的 大家说祭祀神 它都是迎神 这个呢 是有驱神 驱什么 驱五温神 传说有什么五位文神 有春温 夏温 秋温 冬温 还有一位总管 叫中温 这五位文神 赠我名字 在五月初五的时候 祭祀这些文神 给你们送点吃的 拜托你们 这个一年 这个你们该回家休息吧 不要来上班了 那我朋友都没病了 是有这么个意思 另外呢 还有一种说法 说要驱五温 说五温什么 就是蝎子 蜈蚣啊 蝉蟲啊 还有说这个 蜘蛛啊 就是这类的 这些毒虫 说这些毒虫 你不要伤害人 包括这些官武 离留下来的习俗 比如说什么 这个 点爱叶啊 这个 用这个昌仆 沐浴啊 洗头啊 这个玄武色绳啊 这些都是有驱毒的意思 喝雄黄酒 现在大家就去 雄黄酒不喝了 您看这白娘子 就说啊 白娘子 误喝雄黄酒 说就献出 这蛇的这个本相来 而这雄黄酒 认为大家认为有 蛆 毒虫的这个作用 但现代科学呢 就是这个雄黄酒 你喝了可能对人体有害 现在基本大家 没有人喝这个 这都是关于从早期端午 遗留下来的习俗 那这个粽子怎么跟驱缘 啊 结合在一块 大家说 这个端午节的吃粽子 纪念驱缘啊 就说 现在说法是说啊 这个人们 这个驱缘 自杀投江之后啊 人们就把这个 类似于粽子这样的东西啊 用这个 卢尾叶包上米 投到江里去 让鱼别吃驱缘的尸体啊 你吃这个 吃这个 吃饱了 你就别吃驱缘了 但是实际上呢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驱缘 死到时候 还没有纵的呢 也没有断午节 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 纪念 五子驱 就是五元 您知道这五子驱 国家无关 就是那个五元 五子驱 曾经是楚国人 他呢 后来帮助五国 就被五王夫差 刺死了 死了之后呢 用这个皮革的东西 把它裹起来 身一拴 给它丢到河里去 人们为了纪念这个五子驱 也是说 这这鱼你别吃五子驱啊 你吃这个 这个 这个米包的 这些东西 这个呢 也不对 为什么 五子驱生活在什么时代呢 它是春秋时期 那么驱缘呢 驱缘比它更晚了 它是战瓜时期 楚国人 那么这个比端午 比粽子的时间 要早的很多 你说那时候 人们就吃粽子 那个就不对了 但是后人 把它的两者 结合起来 对他们进行纪念 这也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 没毛病 为什么把他们 跟端午联系起来 它不跟 这个春节 不跟清明 清明你不能祭祀吗 你可以祭祀先人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 跟端午联系在一块呢 因为时间 这个驱缘 头米罗江 这个日子 是五月初五 那么 屋子驱 被这个 吴王夫差 刺死 就给他 给送他一个宝剑 然后你死去吧 什么时间 五月初五 同一天 所以说呢 在这个 很多地方 有人说 这是纪念屋子驱的 有的人说 这是纪念驱缘 所以这日期 它是 在端午这一天 那么到今天呢 您吃的棕子 不管是自己包的 市场买的 基本长得都差不多 都一个样 但是呢 在传统上 这种子 还有区分 有差别的 北方的种子 从这个材料上来讲 叶子 一般是用芦苇叶 现在北方 大半 也是用竹子叶 因为芦苇也少了 南方呢 是用 若叶 若是一种竹子 若叶就是竹子叶 现在大家用到的 基本都是竹子叶 因为比较容易取得 但是芦苇和竹子 它是有所差别的 您这个芦苇叶 竹子叶 和这个竹子叶 竹子也有一种清香 跟芦苇的这个香味 它不同 另外呢 从这个外观上来说 一般都是用四个角的 但是差别呢 就是体积 个儿有大有小的 一般来说 北方的个儿 相对来说小一些 南方的 有大有小 基本上说 个儿都相对大一点 有的呢 比北方的还小 更小的也有 从相上来说 这北方的相相对比较单调 都是以甜的为主 基本上 要么是枣的 红枣 要么呢 就是豆沙 基本上这两种 以甜为主 那么南方呢 这个粽子呢 就是品种就非常丰富了 有甜的有咸的 甚至说以咸的 比甜的还多 我曾经去过这个 广东的赵庆 当地有一种叫做果蒸 这个果蒸就是粽子 粽子也有蒸的有煮的 这种呢 还就是果蒸 这个呢 个儿呢 有的就大的 这个一顿饭 一个人都吃不了 您包好这些粽子 还得把它用绳扎起来 捆起来 要不然 不管您蒸 您煮 它不都散了吗 捆粽子 这个绳 传统上呢 一般都是 北方 比如用马兰草啊 或者南方有用稻草啊 都这样的这些东西 现在呢 都是用这个麻绳 用竹绳 这个线绳 边线 来捆扎子 也有呢 更讲究一点 用五色绳 那么捆的方法呢 您包成四个角 这一捆 把中间一扎 它肯定散不了 那么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周边的 中国周边的地区 像日本呢 韩国呀 也都有类似的这个习俗 类似的节日 有的时候 甚至是一模一样的节日 那比如说在日本 五月初五 这端午节 这个家里 只要有男孩 叫挂鲤鱼旗 在韩国 朝鲜 这个端午节 要干嘛呢 要踩高桥 您看那个 就是 跳起来踩在上面 另外一个人 飞起来很高的 他就那种踩高桥的方式 还有当秋仙呢 在这个 韩国 这个江陵端午节呢 是联合国教肯文组织认可的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端午节 传到韩国之后呢 它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现代的这个江陵端午节 那么和端午节本身 甚至说和屈原 都关系都不大了 另外越南 也过端午节 这个越南人端午节呢 就他们叫的 基本就是屈虫节 就是 做卫生 这个端午节呢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跟这个 中国的文化有关系 那么他们呢 也吃粽子 不过越南这些粽子呢 是方块的 四方的粽子 另外像什么 马来西亚呀 什么新加坡呀 他们也都有类似的 就马来文化 这种养老文化里边 都有跟端午 跟粽子有关的 这种习俗 这些粽子 其实 就是古代的人 人们呢 对于这个食物的 一种变化 一种改良 就是这个 古类煮着吃 煮着吃 觉得好像有点 没意思了 拿个东西包上吧 其实这种吃法 在这个 古代的 其他的这个民族里边 其他的文明里边 也都有 不单单是中国人 有人说 不是中国人吃粽子 外国人不吃粽子 其实外国人吃的这个 跟中国的这个粽子 有类似的 就料理 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 您非要叫它粽子 那您也可以 比如说 在古希腊 大概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古希腊人 就有吃 类似于粽子 这样的 这种食品 他们叫 它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葡萄叶 来包裹各种食材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个古类 也有些蔬菜 这类的东西 这种 食品到现在 希腊人 在欧洲 南欧 还有吃的 还有人在做 一直流传到现在 另外 巴西人 墨西哥人 也有一种 这样的食品 比如西哥人 吃的这种东西 类似于粽子 叫Tamari 英文的粽子 怎么说呢 英文的粽子 叫Rice Tamari 就是米 做的这种Tamari Tamari是什么 就是玉米叶 它不是用 芦苇叶 也不是用竹子叶 它是用玉米叶 包的 一般是两片玉米叶 一片在下面 放上 米 豆 肉类的 包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 一裹 再来一片 上面盖上 然后拿绳 什么一扎 其实您看这意思 跟粽子是不是一样 意思差不多 粽子是四个点 它这个也是四个点 或者这四个点 是躺着的 不跟中国这粽子 这四个点立着的 所以您说 墨西哥人 也吃粽子吗 那 您非说他吃粽子 那也行 不过他这个 跟端午节 跟群圆 跟谁都没关系了 所以呢 我觉得 这种食品 实际上 很多民族都有 就是在这个 料理方式上 有所变化 关于粽子和端午呢 咱就聊这么多 您有兴趣 自己包一包呢 您就看我们 包粽子的一集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